10月底谢先生在京东平台参与了双十一的抢购活动 并在美帝官方网店花3495元 买了一台美帝V8洗碗机 在11月19日的时候我们是让美帝的安装师傅给他们过来安装 那么在当天安装完师傅试机之后他跟我说没问题了 然后我们都离开了 然后到22号的时候我们围保就帮我送一个东西进来 围保开门发现我就泡水了 得知这个消息谢先生立即赶到家里 一打开门傻眼了 今天是11月22号 然后今天这个客厅已经被全部被泡掉了 我这边客厅的柜子底下也都是水 这是餐厅的位置 主房应该是厨房里面漏的水 整个厨房都是水了 现在看不出来是哪里漏的水 能听到声音 谢先生立即电话通知安装工人上门查看 本来现在已经明确就是这个你们的管子的问题了 对对对对 洗碗机能用吗 到后面 当时双方都进行了拍照取证 安装工人建议谢先生在取证后立即进行排水 以免带来更多隐患 之后谢先生与美的官方客服进行了反馈 并初步估算了损失 我目前受损的范围是客厂厅的一个全部的地板 然后加上墙面现在已经反水反潮了整个 以及我们这个客厅跟这个阳台的这个 牙口空间我是有保温板的 现在都已经受潮了 客厂厅的柜子我们是定制的 两个柜子费用应该在一万四五左右 然后地板的话这一块因为是开发当时自带的 然后咨询了围保 当然地板这一块就大概有一万七左右的一个费用 我们整的估算了一下 我们直接损失大概在五万五左右 谢先生说这套新房是他的婚房 也是他们两口子在南昌的唯一住房 原本打算退掉租住的房子入住新房 现在计划要延后了 事情过去了好几天 美的一直没有给个赔偿方案 这让谢先生很焦虑 25号记者联系了美的官方客服 下午四点半 美的售后西湖区网点负责人余先生联系了记者 我这边的话他当时就说 一发生的套水师傅 上了美也跟他在那里协商那个赔偿事宜嘛 毕竟说什么损失 你说一万为单位的话 这么大肯定说师傅 对打工的师傅来说肯定说赔偿不起 因为所以说我们每个师傅都是有保险的 我们保险公司也报了 然后昨天那个工工师也是保险公司委托第三方去现场去定损 那你们这边定损的话定的是大概多少钱了 评估的损失还没有出来 一般正常他们说工作日大概是两到三个工作日 保险公司然后他们再会根据实际情况还会给出一个价格 您的意思就是坏了的你们还是会承担对吧 这位正在帮患者排队的就是陪诊师名叫周璐 他的任务是带着患者在医院内完成几项复查 和其他陪诊师一样 周璐可以为病患客户提供就医排队挂号去检查报告等服务 报酬半天收200元一天收400元 周璐毕业于卫校护理专业 从今年开始兼职做陪诊师 说起陪诊师这一职业周璐感触颇多 因为自身就是从事医疗相关工作 所以周璐干起陪诊师时也是得心应手 对于他来说陪诊工作就像是护士护理工作的外延 两者之间有很多的共通之处 比方说在做一些特定检查的时候 周璐都会下意识地对患者做出提醒 那陪诊师的服务人群只是老人吗 其实并非如此 据周璐介绍 他们服务的人群有超过六成都是年轻人 包括无人陪伴的孕妇 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病情的年轻人等等 那么大家是如何看待陪诊师这一新兴职业的呢 你会不会选择花钱买这样一份服务呢 演练模拟国际传媒港M2号楼七层一办公室 因电线短路引燃可燃物 导致办公室全面燃烧 单位利用可视化系统 迅速调集微型消防站人员前往楼内 进行人员疏散和初期火灾铺救 消防部门接警后 第一时间调派地面灭火力量 无人机等开展侦察 成功定位火场内被困人员后 消防人员利用破拆设备打开大门 成功救出一名被困人员 由于内部火势较大 消防人员通过锁匠 从外部将被困人员救出 此时首次亮相的新型无人机也成功升空 从外部对大楼进行泡沫灭火 与传统携带水源升空的机型不同 这一无人灭火机可以直接连接水管 源源不断地进行供水 随后高喷车展开作业 压制外部向上蔓延的火势 云梯车升起 营救疏散被困人员 高空侦察发现 大楼顶部还有人员被困 消防部门立即指挥空勤力量出发 救援直升机快速到达办公楼顶 将人员救出 现场所有参加力量 我是指挥长 随着火场指挥长一声令下 所有参战力量发起总攻 现场火势被成功扑灭 利用高空的无人机 包括直升机 包括绳索 跟传统的模式相结合 那起到一个相互补卫的作用 消防救援人员经过了解得知 三名妇女结伴上山采蘑菇 由于杂草丛生一名同伴不慎滑落废弃的枯水井中 经侦察发现 该井是上系下粗 井口直径近60公分 井深约7米 坠落妇女无法自救 现场指挥员立即下令 首先利用气体探测仪 对井下环境进行检测 确认井下环境安全后 由一名消防救援人员利用三脚架下井救人 救援人员下井后 为被困妇女佩戴好安全吊带和牵引绳 采取下拖上拉的办法进行施救 经过20多分钟的紧急救援 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由于救援及时 被困人员身体并无大碍 随后由消防救援人员护送至山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益寿强身高 传承百年明方 二十二味道的药材 十九道工序熬制 补气养血 滋补干肾 专为老年人研制 强劲健库利腿脚 健脾开胃助消化 养心安神助睡眠 益寿强身高 利腿脚助消化 助睡眠 益寿强身高 好消息 新用户仅需十九块九 即可加后领寿力包一番 咨询热线 400-636-7799 精水宝制药 李女士对自己的身材一直不大满意 用了好多方法减肥都不见效 今年十月 朋友推荐了一款减肥咖啡 在当地一家服装店出售 李女士决定买点试试 李女士怀疑 咖啡里有猫腻 于是报了警 接警后 民警立即对这家服装店展开侦查 11月7号 服装店老板准备交易时 民警当场将其抓获 并在服装店库房的鞋盒里 查获了不少不同包装的减肥咖啡 民警把这些减肥咖啡送检 果然检测出了违禁药物西部取名 据介绍 西部取名对人体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厌食 但服用这种药物会增加 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对身体伤害极大 2010年就被我国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这种西部取名它是一种精神类 精神类 精神类药品吧 相当于 它使用之后会出现心理不齐 神经紊乱 包括这个呕吐啊 反胃啊 厌食啊 等症状 目前涉案的五名嫌疑人因涉嫌销 按照客服的要求先后四次充值以便取得所谓的投注资格 同时获得网站的推广反例 第一次先充个120 给我了 141元 第二次360 他反了421元给我 第三次的时候充1088 他跟我说要等24小时 第二天他联系我的时候 他说先生第三次和第四次是一块反的 第四次要求充那个8000 我们是在三分钟之内 三到八分钟之内会 这笔钱会转给你的 小胡完成四次近1万元充值后收到了赌球激活码 提现本金返利时 发现账户被冻结了 在联系客服 对方说小胡操作太极程序违规 必须再充几万才能解冻 还发来了一个链接 让小胡登记自己的身份证 住址 银行卡账号密码 以及人脸识别等 小胡被绕得稀里糊涂的 下意识照办 突然发现手机就跟见了鬼似的 银行软件自动连续收款转账 手机就完全失控了 我已经操作不了 手机屏幕关机也关不掉 拔完手机卡以后 手机还在操作 把路由器电源关掉以后 我手机自动关机了 我重新开机以后 发现我那个手机短信息被删除完了 通话记录被删除完了 还有一个短信 还有一个相册被清空了 然后这个还有我这个网址 搜览记录被清空了 小胡当起报案 民警查实 骗子发的链接里有木马病毒 可远程操控手机 并利用小胡填报的信息 在多个网贷平台贷款 并转走20多万 我连一次信操作都没有 直接就这笔钱就被卷走了 现在这个骗数太厉害 希望大家都注意 目前扬州警方正在追击骗子下落 民警提醒赌球违法 各位不要心存幻想 尤其不要点击不明网络链接 以防受骗 不法分子会批量发送网上赌场链接 点进去是长得酷似世界悲观网的博彩网站 飘窗上还标榜着自己是官方指定投注网站 这类网站以远高于彩票的赔率吸引球迷 当你注册时 以核验身份为由 套取你的银行卡号 手机号 验证码等信息 当你提现时 就以账号错误流水不足等理由 进行阻止完成诈骗 结果神预测 不法分子会通过发送不同预测结果的短信 以此呢 在每一场比赛以后 通过不断筛选正确的人群 以此推类 最终会对预测结果身心不疑的人群 来进行个诈骗 三乡封记 微信公众号通过漫画说记 以按试记的方式 警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严禁赌博 纪律规矩不是儿戏 法律法规不容于 严谨提醒 大家在看球的同时 一定要看好钱袋子 提高防篇意识 远离赌球网站 不要点击陌生连接 最后呢 我们公安机关也是在这里 要倡导群众 在世界杯期间呢 我们要做到文明观赛 快乐看球 不赌博 不为继 当天晚上7点27分 义乌佛堂派出所民警 在辖区一网吧侦查时 一名男子在走出店门前 因好奇警察办案 走上前去围观 不料正是这匆匆一眼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眼见这名男子要走 辅警杨建峰立即叫住了他 随即对其进行询问 晚上7点半去买早饭的说辞 令这名男子显得更加可疑 在警方的再三询问下 男子终于承认了自己 就是民警在公共视频里看到的嫌疑人 据了解 男子姓张 河南人 今年27岁 事发前一天 张某通过拉车门的手法盗窃作案 就在警方侦查摸牌时 张某好奇 竟围观吃瓜 结果被办案民警注意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 张某这是第一次作案 一共盗窃了两只手机及若干现金 还没等他销赃就被抓获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下午五点多 这个大货车轮胎正横放在地上进行冲气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 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被吓了一跳 只见轮胎瞬间弹起 飞出了几米之外 还冒出了一阵白音 就看着他在那包胎就是了 然后我就飞起来那个拍啊 这样子哦 你吓到吗 你可以吓到吗 那肯定吓到了 记者从事发汽车维修店了解到 当时一辆大货车开到店里进行检查时 维修师傅发现有一个轮胎漏气 于是维修师傅把轮胎拆下来更换了气嘴 但由于轮胎气压有点低 就顺手给轮胎冲冲气 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爆炸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轮胎发生爆炸呢 谭先生说经过初步了解 一方面是因为大货车的轮胎已经使用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 维修师傅在操作上也存在失误 事后店铺已经对这名维修师傅进行了批评教育 谭先生表示自己将这段事发视频发布到网络上 希望引起大家的警惕 注意安全操作 同时为了出行安全 广大驾驶员最好定期检查车辆和更换轮胎 并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轮胎 防止因使用劣质轮胎导致意外的发生 上午8点半 陈女士带着3岁的儿子暖暖 来到沙家虚社区核酸采样点 陈女士给了孩子一块硬糖 让他在一旁玩耍 自己排队等候核酸采样 很快孩子呼喊妈妈说难受 我就感觉我就知道是糖卡着他脖子 然后就立马把他头往下脚朝上 然后想给他拍出来 但是拍了大概有七八次感觉没有用 此时孩子开始大哭 陈女士惊慌失措向周围人群呼救 核酸采样点的工作人员纪耶南听到后迅速冲了过来 当时听到就是孩子比较痛苦的一个就是哭声 然后还有家长的一个呼救声 所以说我们就第一时间的上去去查看究竟是什么的原因 发现的孩子是由于异物卡住了喉咙 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 当时就是说采用让孩子在我的膝盖那边把它抵住 然后用我的手抵住他的腹部 然后利用冲击的压力 让孩子的喉咙当中的硬糖给吐了出来 纪耶南说上周小海街道组织社区工作人员 观摩学习了海姆利克急救法 没想到今天就用上了 据了解义务卡侯黄金抢救时间为5分钟 纪耶南正确使用海姆利克急救法 10秒钟左右就化险为宜 感觉松了一口气 然后很谢谢这位社区干部 世界杯精彩赛事一场接一场 各位球迷朋友兴奋不已 但是您如果白天看到他们 大多数恐怕都是无精打采的模样 我能看到一点钟 然后就睡觉了 前一天好像熬到三点钟四点钟 第二天早上起来回头会晕 有点感觉人比较疲惫 熬了一夜的话就是说 大概身体不舒服 然后就是会失眠 导致身体特别的疲惫 早上起来 您可别忽视这些问题 这可是身体在发出报警信号 医生说熬夜对健康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如果在熬夜看球时又喝了一些兴奋型饮品 就更增加身体负担了 这个奶茶它里面是含有一定的咖啡因的 咖啡浓茶这些都比较有兴奋性的 那么还有就是酒精 饮酒之后它大多是处于浅睡为主 对于我们这个脑气包的这个修复和休息来讲 不是很好 看完一场精彩比赛后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怎么办 听听医生的观点 这个看了球赛之后 这个露睡啊 特别困难 那么我们可以短期临时 使用一些安眠药 那么建议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第二个呢 就是说保持我们这个睡眠环境 一个安静 就是建议使用就是不透光的这个窗帘 那么制造一个相对于是黑夜的一个环境 当然熬夜看球医生并不赞同 因为熬夜会导致人体的免疫系统失调 血压血糖会升高 另外熬夜会引起脑组缺血缺氧 导致头痛等等问题 就是说我们神经免疫系统疾病 那么都有可能因为熬夜出现一些病情的复发 那么我们建议啊 那么还是以看这个录播为主 小伙从运动和饮食上开始控制 半年时间便从256斤变成156斤 足足减重100斤 人也从自卑逐渐自信 年轻小伙还在网上大方分享了减肥方法 饮食搭配 相信不少人都有一颗控制体重的心 我们说怎么吃更健康呢 其实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个搭配上面 50%是可以吃我们的碳水化合物 这个主食包括我们的米面馒头 主食里面的三分之一 可以搭配一些粗粮进去 剩下的50%是吃蔬菜跟蛋白质 蔬菜的量的话 建议每天是一斤的一个绿色的蔬菜 蛋白质的话是包括了我们的牛奶 鸡蛋瘦肉这些都是可以补充的 提及运动可能很多不够自律的朋友就要说工作忙没时间 不知道做什么运动没关系 陈博士替你想到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三餐之后的一个活动 饭后的一个半小时的一个运动 或者是慢走或者是快走 都是可以去改善我们的代谢的一个功能 当然运动是要坚持的 此外陈博士强调 生活方式和情绪变化也会影响减重效果 建议大家是11点钟之前进行入睡 情绪的容易波动 那这个是会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建议大家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舒畅情绪 记者在城区一家海鲜市场内看到 有顾客正在挑选海鲜 工作人员刘女士正戴着手套 用捞鱼网帮顾客打捞海鲜 刘女士告诉记者 有的工作每天都要接触海鲜 之前因为没有戴手套被刺伤过 还进了医院 现在一上班就必须要戴手套 避免被海鲜刺伤 我上次下雨的时候搞微信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搞了一道了 这两个疤 但是很疼啊 又疼了四个月才好了 医生说细菌干完了 对呀 我们一定要戴手套做的 这个是对自己好一点 但是这个水有细菌嘛 然后要杀东西 你不搬手套 有时候就弄到手受伤了嘛 就是手会烂啊 会脱皮啊 有一些鱼好像就是气道会有毒的 所以一定要戴手套的 中山市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麦慧强告诉记者 医院每年都会接诊一些感染 海洋创伤胡菌的患者 海洋创伤胡菌被称为海洋中的无声杀手 他栖息于海洋和海鲜体内外 特点是喜热怕冷 夏天是其活动的高峰期 常通过皮肤的伤口侵入人体 普通人呢不一定会感染 但是对于一些有肝硬化肝病啊 或者长期睡觉啊 这些病人呢会很容易感染的 还有一些糖尿病啊 或者生病啊 他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时候 就会容易感染 而且对于有伤口的话 这个伤口啊 接触这个海水的时候 会会受到感染 麦慧强说 患者初期会出现发烧 以及水泡 红斑 紫颠 皮肤发黑等症状 如果不及时治疗 病情会迅速发展为 皮肤组织大面积坏死 出现全身中毒症状 如果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 病人将迅速出现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 进而危及生命 真的是感染了 而且他有一个 全身免疫系统的疾病的话 他的这种死亡率还是挺高的 他可以在48小时之内 达到75%的死亡率 所以早期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麦慧强也提醒大家 在捕捉或宰杀海鲜的过程中 一定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 如果不小心被虾泻鱼刺伤 应该将血挤出 然后用清水冲洗 如果出现疼痛 骚痒 肿胀 腹泻 或发热等症状 马上到医院就诊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清洗股方 专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梦齐清洗八味片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好 腰疼 腿疼 腰吸 酸痛 哄啊 输筋 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 筋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 酸痛 输筋 剑腰丸 配方砖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药材好 黑老虎牛大力 十三味药材 输筋 剑腰丸 强筋骨 趋疼痛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 酸痛 输筋 剑腰丸 对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活脆 冲药 向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南昌博士中医医院 中西结合 专注男性健康 电话 0791 8610 1911 这颗历经千年风雨的银杏 生长在梨树村的村头 远远望去 它高耸入云 观如滑盖 犹如一把金色的巨伞 熠熠生辉 站在树下 地面上落满了扇形的银杏叶 像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 八颗连根的主干 通直挺拔 苍净骨灼 金灿灿的银杏叶挂满之头 仿佛披着一身黄金雨衣 随风飘舞 坠出一束金黄 离树村 坐落于崇山峻岭之中 海拔一千多米 这棵古银杏树 零于千年 树高三十米 树都占地面积达到了 二十点八平方米 几百年前曾经遭遇雷击 但没有枯死 奇迹般地从底部分叉 生长成了八树同根的银杏王 八胞胎中最大的一颗胸围 三点二米 最小的一颗胸围 也有零点九米 目前 永风建林业部门 已对这棵千年银杏树 进行了妥善保护 吸引了不少游客 慕名前来打卡参观 柿子含有柔酸 果胶等成分 在胃酸作用下 结合蛋白质等成分 容易形成胃结石 不少市民已经掌握了 这个知识点 注意控制柿子的食用量 河南省那种叫火罐柿子 重画的那个水柿子 我喜欢吃 喜欢吃人家说别吃多 吃多了结石 不过喝可乐溶解胃结石 不少人还没试过 更没有听说过 医生分析 结石较小 质地松软的情况下 用碳酸饮料 可能起到一些作用 但结石较大较硬时 治疗方式须由医生评估 患者不宜盲目喝可乐消失